大家好,我是聖恩 延續上一集我開箱了新的Kotoba GP100吉他粒粒之後 接下來我要來做一個小小的改裝 其實這個在之前的影片有測試過 就是這個綁弦磚 綁弦磚可以簡化我們換尼龍弦的過程 同時也會讓它的音色稍微再有一些調整跟改善 我就話不多說我現在先彈一段沒有加綁弦磚的 以及之後加了綁弦磚以後 你們可以聽聽看音色有什麼樣的變化 我現在換好弦磚 綁弦磚也放到上面去了 接下來再重新彈一次跟剛才一模一樣的片段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音色上面有沒有什麼樣的差異 音色上面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以上就是有綁了綁弦磚前後的差異 不知道對應你來說音色上面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歡迎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可以到我的粉絲頁去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